这是我吗 寡夫是吧 寡夫这个我们换过其实看阵容的话 看抓水的话 其实怎么分析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抓水 上都是个手的人 我们抓上收益不高对吧 不是说收益不高 是抓上抓不死 对于他来讲 他收益不高 我们抓上是抓不死的 他抓上的话收益不高 所以这把的话都是抓中下 知道吧 然后我们再看下中路 主要是夏诺 然后我们再看下中路 中路的话 赛恩 赛恩的话 这边是个妮可 他抓中是比我好多 而且 为什么呢 因为赛恩 这英雄被抓不好不好 心气 特别不心气 所以说中路的话 主打反盾 主打一手反盾 夏诺的话 是主打一手 也是反盾 我们中下都是打反盾 所以说都是反盾的情况下 最好是入依一下 他下诺也去 或者其实也去找他 不让他抓人 这样就好了 这把中路被单杀了 那就不用管了 然后继续刷 打背试一下背道 下的压剑不会做视野吗 给他们点一下 幸好让他们做 没眼了 他们已经没眼了 那这边我们多注意一下 这样的吧 一旦对面往前 下的往前面靠 往前面靠 立马就过去 往前面靠就不正常 还有可以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果子 点个碳胶果实 可以探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抓的话 一般可以探到 他对面往前面靠的 但是又回去了 如果继续往前面走的话 直接可以过去了 这寡妇往中路跑了 那我们就直接逼下诺 把他逼回来 让他没法 就打上面和弦 他打上面和弦 下诺就没了 下诺就没有预 假装走了 我们不要太明显了 假装走了 假装走了 然后是把卡克斯 一压去 去光辉 等着个线推进去就行 野怪回点血 化血回满 让AD再扛吧 怎么就我扛他了 都不用你扛 这把的话适合蓝血 因为队友没控制 影响不大 头是我的 然后我这把本来就要回家的 这不死的对我来讲没有影响 哪怕我死的也是小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对面是被跃了 被跃的话 我是跃对面的人 跟对面换 就哪怕是2换2 也是我们转 因为对面吃不到兵 分弹太高了 不是黑铁 不是黑铁才是不高是吧 这个也是低分弹啊 这个是白金 白金属于低分弹 我经常在讲 我自己都不打这个风弹的 你们想看高一点的话 我待会可以换高一点的段位打 要是有高一点的单子就 单子就好的 有个大师的单子什么的 算是往上的 你们想看的话也好 最好是大师的 要有大师的单子就正好 我昨天前天没打 今天是算是康复训练吧 这波我们刷下去 准备空小弩 刷备又抓中 现在我赶过去也来不及 是吧 赶过去也来不及 好我们看一下下落 把哪怕抓不掉 把刹路视野做 是吧 对吧 下落视野做完 对面不敢 视线 教你们怎么空洞 直接把这边视野做的 知道吧 抓不到都没关系 只要把视野做的就行了 打点压 风泽位 A A 现在扣两个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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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这样呢 就这样呢 哎呀 太难受了吧 这种没控制的架头 确实难抓 他一点没控制没有 一点减速都没有 有个减速也行 有个减速也杀的 草 这种最难受的 底下都可以约塔 继续续下 这种火能还是得攻 打个减速 进过道就可以杀 A 直接往前面走 他闪现我们跟上 就行了 然后把他吓到越来 把他吓到越来 直接让他推线推线 然后我们插个眼 直接把 不让他毁 不让他跑 不让他跑 然后他先跑是吧 A A过去 扣 A OK 杀了 打个野怪先生个六级再攻吧 中路也可以越 OK来了 我来了 下足好像又可以越 算了吧 这波去控先锋的 不越的 不越的 越的话 风险有的 不越的 这波 先锋要刷的 这波我们最好是直接打 这寡妇我刚刚看到好像是 他是刚升六级的吧 不是刚升五级是不是 那这波他应该升六 没那么快 我刚刚看他打合就好像是 打完合线升的六 不是升的五 说错了 升的五 那我们这波赶紧打 不然的话 再满一点打的话 他升六级 升六级就不好打了 这波趁他升六级之前打 会好很大一些 E的途中 扣可以放出来 可以 可以 花奶E扣就是能 看好的 唉 这波就出来了 我先走啊 我不能去吃鸡 再次上 等他E开完吧 把他E弯了 杀这个发火 提前闪剑跑的好的 是吧 提前闪剑跑好的 应该提前闪剑跑的 直接兴时吧 直接兴时吧 直接兴时的 兴时的话第三级可以出个 醒魔刀 然后第四级来个清雲 刚才直接闪剑跑的 刚才直接闪剑好了 中路给大家可以去抓的 起码一个少玩吧 他把这大招已经用了 他这个时候进到塔了 死了也没关系 死了可以吃对面斗屯 这是上把大赛吗 是卡 ID还是这个 这我们上面核切先不管的 兄弟们 先不管上面核切 对吧要去封销王的 急很大就打人去 他这个线在塔前打前 他肯定要推的知道吧 因为他不推的话 这个线卡住了 他如果不推的话也行 他卡住这个线就行了 这个线他就炸了 这个线炸着的 他很多线吃不到 诶 炸了一锁 寡妇已经看到他的位置了 展现 这个不展现不行的 诶 去卡他位置就行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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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没拿到有点可惜 这边我们可以去打这个小龙的 寡妇这英雄伤害高 哇兄弟们是不是 还是伤害高 我装备比他好 但是差点打不过 他打我好痛 隔墙QQQQQQ楼好着去 他E都没E打我 先打野外回血啊 看这个下路应该是可以一跃的 啥时候低剑拿起 因为控制少的时候低剑拿起 低剑拿起的话 就第二剑的话就做新鲜好一点 不过一优梦喜欢出优梦的人也可以出 我是 如果第一剑不做神话的话 第二阵就 第二阵出的话就是出新鲜的 这边中路的话 没人啊 队友不在 中单队友不在 我去抓的话也抓不了 对吧 我一个人单挑打不够 没事他应该能杀 没事他应该能杀 蛤 别那么歪啊 QQ一下 快走快走,他隐身了,他隐身又过来了 这样抓确实很勉强 我也没办法,这种没控制的阵容 我就是这样的,男枪就是这样的 没控制的阵容,男枪很难发力 他抓人就得一张去抓 最有留不住人 一张去就跟送人头一样,很傻逼 但是不一张去的话,根本留不住人 只能用肉身去留人 这是控制少的男枪八 tahun 不好营的原因 先反拿野,核蟹先不打 先反拿野 太后下儿核蟹在你上乐还是打了吧 如果核蟹在一边附近的话 先 promised by a near beyond 切兵盖的 上刀是没大 但是对面E用完了 可以抓 可以抓 一个紧缩就可以杀 AW AEQ 假装回头 然后突然一个回头 一个EQ 这样密中军会更高一些 让对面放松警惕 然后突然回头一个EQ 一摔 回头摔个课 多少秒大招 死人是这么久 这波杀单石头人 大招12秒 我们再上头再待一会儿吧 这跟石头人杀人好杀 AX其实 让EZ自己一个人打一下吧 他打一下没问题的 EZ不好杀 这个英雄 不容易死 看这个寡妇赶不赶来直剑 这等一会儿 应该有人要过来的 那就只能收到人过来的 我们等着吧 等也没事啊 因为先锋也要刷的 实在抓不到是吧 空先锋也行 找E没了 大招有点浪费是不是 可以继续拆啊 这个塔是700块 比这个行程要好 二塔人 人拆的话就拆 二塔给他钱 卧槽 这根本踢过来吃钱的 哦 靠好恶心 太恶心了吧 这人 踢过来抢钱的 好好好 这能玩吧 武器搞到之后 他们没起烟盘 不过他们开场 那倒是有一个 但是他们前排没有 光靠你一口开场 我们小心一点就好了 我现在没出装卖 不敢去惹他 我有好多钱没出 最主要是我们的魔抗 中心 就这么说吧 只要6级以后 如果被寡妇直接被活到 没魔抗的情况下 是直接可以 是直接可以被他杀了的 赶紧回家吧 这个野怪不管了 回家去小龙的 这把空小龙其实有点慢 像这样就好了 他再过来装B是吧 再过来装 直接把它抑上去 把它干死 有小影摸到的 不过有小影摸到 也不能吃太多伤害 AP打野强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除了盈鹊 其他的AP一般都是这个时候 大部分AP打野 都是这个时候特别强 中期的时候很强 打王龙可以直接去下面吃阿塔 这波上路也有个人带 他们上路第一时间露头的话 他们应该是去抓伤的 而且上路线是推过去的 有没有踢啊 十多人有踢 另一个中单是没有踢的 这刮木往上面走 是吧 往上面走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的 先把这个眼放一下 眼放这里吧 这样好差一些 有人来的话 怎么看起来 这是个尼科吗 好另一个人寡步被赶走了 没死是吧 这个光辉也没死 有点休息 武器来的还是跑一下吧 等上他才推啊 我们不急 等上他推就行了 然后可以去反他上路也去 铜也刷新的是吧 那还是放红好一点 等他们手中的时候 我们再去手推下 走着走着走着 回吧 上路也是不好反的 现在去反上的话 太危险了 这样出装是伤害有点低 没办法 伤害确实第一段险 杀人不好杀 一个AP 两个AP 三个AP 这个是有点控制 这个是什么 水影写好一点 这吧 对面物理伤害 就主要是 心里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 就是吧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猛的 那种什么 这种走A型的 AD他是是个技能型AD 不想起来对他对他收益不高 所以这把水影写好一些 往上面刷看一下 现在也去看一下 他有可能还得打 瞄一眼看一下 打完了是吧 刷的还挺快的 视野做好 打不过吗 这个时候回家的 那就 那我们去逼大龙吧 好吧 把视野继续压制 压制之后 看到寡妇在 某身露出镜的话 直接大龙 寡妇现在应该在中路附近 或者下路附近 只能是这样的 对啊 这看着寡妇 看着寡妇再打回好一些 不然的话 不知道他位置的特化 他容易抢通 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龙就可以 我拿下来了 他就没法抢了 只要他位置看到的话 知道他从哪个房间抢的话 可以往那边靠一下 进来 他已经踢过去了 已经踢过去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 就不要去回去也去刷的 我们得赶紧推过去 不然的话他白死了 不然他又被白抓了 这波他哪怕被抓是吧 我们赶过去 他起码有用的 那种死的 死的有价值 你平时把杀我 你平时把杀我 我这么多魔卡你杀我 谁给你装的 谁给你的大胆啊 A下等个花弹 ER 失误了 兄弟们 失误了 我斗的 ER拉反的 应该是往这边R的 先推到脸上去 然后A他就行了 走了走了 5G还是别惹他吧 走吧走吧 我现在还没清予 给5G看看会不会继续追 走走走 失误了不好意思 就想抢头的时候 或者是想什么 想K头 想抢头的时候 或者是想想野怪的时候 什么的 用QA啊 可以Q牛这等 到了血线 长长线的时候 再QA 特别是抢头的时候 QA是一个很实用的器材 QA很快的 你们看啊 是不是 很快 像是一起出发 像是一起A的一样 就是像是AQ是一起出发的一样 我先回家出一下装备吧 出个青鱼呢 尽量是做重长轻鱼知道吗 有兄弟这包剑有兄弟知道为什么要做重长轻鱼吗 我说的很多遍 为什么不做巨长轻鱼 为什么做重长轻鱼 全英雄英雄联盟第二段第一段是谁 你这个不是 光合一个E打你半血啊 你这是 我闻在那里卡个视野 你他们过来 等一下 让我前面走一点 不走的是吧 我走就没办法 哥们你太脆了 出点魔抗吧 不要上当啊 应该是有寡妇的 OK 这个位置可以上当的 这个位置的话有寡妇也没用的 只要他们两个人是打不过我的 我怕凡自己人 两个人化我是不怕的 先往外面拿下 先往外面拿下 你还敢 配得棒上的 你这衣补啊 等他闪现躲在Q啊 他不放Q这个人很稳的 这光位好稳的 他第一时间不放Q是不是没有Q啊 我想闪现躲在Q他就不放了 我就不好闪现 我怕闪现是吧 闪现之后他再跟Q我炸了 他挺稳的 这是会玩的 你们也以后知道怎么处你的 以后知道怎么处你的吧 就是比如说呢 像对面有拿枪追你们队友 如果你忘光辉 你就不要丢Q知道吧 丢Q他闪现多 是不是 就你队友就炸了 你还是不丢Q他就不好闪现 是不是 就像我刚刚这样 我就等他闪现 他不丢 我就不能闪现 我闪现的话 他再丢Q的话我就炸了 有于这种可能 光辉确实有可能会没可 炮琴太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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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速有这么快吗 没有吧 有吗 没有吧 明天不是新灾季 明天还有一天 只是今天那个大势 宗师以上维护 宗师王者就是结算 更新吧 还是结算 然后明天的话是 大势一下 全部结算 明天是还可以打一天 后天才是 才是新灾季 准备一个大门 实在不行 一波不了的话 就准备大门 大门 大门吧 兄弟们大门吧 稳一点大门 大门打完结束的 炮杰斯前一摇短 南下的前一摇 普攻前一摇是瞬间出发呀 你们看啊 是不是 这杰斯还能比这个快呀 南下的普攻跟近战一摇 就是前腰跟近战一摇 反应到前接着走 直接往前面走 你装什么呀装 真以为自己武器很猛啊 这次还是最强的